安省議會明天復會 預期各黨將集中辯論 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 和房屋價格高漲等 選民關注的重點議題 這將會是省選前的最後一期議會 6月2日 安省省選前的最後一期 省議會將會在明天復會 選民關注的後疫情時代 經濟就業、住房 及可負擔性問題等 都是各黨將集中辯論的議題 執政的進步保守黨政府 需要在3月底前提交 將向選民提前展示自己的連任政綱 省長度假福特可能會履行承諾 削減安省汽油稅 以及減少入息稅 另外過去10年 安省樓價幾乎翻了3倍 人的平均收入卻增長緩慢 福特政府可能會在本屆議會 提出應對方案 省府組建一個住房可負擔性特別工作組 近日提出的建議包括 增加住房密度 和減少房地產開發諮詢程序 提出10年新建150個住房的目標 住房可負擔性危機 亦都是新民主黨 自由黨等反對黨的首要議題 另外新民主黨提出對企業 工人和衛生系統 提供疫情復甦財政支援 表示未來3個月的議會工作 應該注重在為全體省民造福 而不是為了為省選爭取選票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